新加坡武装部队完成了在泰国举行的金眼镜蛇多国军事演习 今年参与演习的国家达30个 包括中国、印度和澳大利亚 演习由泰国皇家武装部队与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联合主办 国防部说今年的演习将重点放在应对传统和非传统的威胁 以及人道主义和灾难援助 新加坡武装部队代表担任了不同角色 包括在多国部队总部当中的重要任命 来自国防数码防卫与情报军部队的一支团队 也参与了网络防御演习